量载 学好数据化 翻带不用怕 技巧一 飞带口勾球 从白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 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 作为一个点 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 这条线与库边的焦点就是瞄准点 中干中立 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技巧二 平行勾球 两颗球平行就取1分之1 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 中干中立 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技巧三 倾斜勾球 两颗球不平行 就取白球球心的位置延伸到库边 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 作为一个点 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 这条线与库边的焦点就是瞄准点 中干中立 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技巧四 从目标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 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 作为一个点 然后向目标带口中心延伸 这条线与库边的焦点就是瞄准点了 用中干中立 把目标球打在瞄准点上就可以了 技巧五 贴库翻带 测量目标球中心点 与对面库边垂直 然后对称延伸到目标球带口位置 从这个点朝目标球中心延伸 目标球表面的点就是瞄准点 中干中立 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如果想系统学习 记得一定要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 下课